本期顯卡大對決第六期 很多小夥伴都有這樣一個困擾 Vega56 GTX 1660 x RX 590 我該怎樣去選擇購買呢 那麼本期我們就來好好去對比一下 這三張顯卡的性能到底有什麼樣的差距 到底它們的表現如何呢 跟畫面上這位老哥有異曲同工之處 好 現在我們就來拆開它的包裝 我們看看它的內在 是不是有點小心動呢 我們打開來看看裡面吧 快速安裝指南 看完了 然後三包品證 三包Y Y有兩張是可以三包兩次嗎 那如果說是兩年保修三年包服務的話 那我就是四年保修六年包服務 這個顏色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啊 有個金屬的味道 但是好像並不是金屬的 是背面是全金屬的 首先是影池GTX 1660Ti大將 它依舊保持著大將標誌性的藍色 設計 不過這次變成了深藍色設計 頂部呢 帶有RGB流光一彩燈 背板呢 則是全金屬背板 正面配有兩個9厘米的風扇 外殼為塑料材質的外殼 畢竟甜品塔而今覺得有RGB就算還可以了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說完了外觀 接下來讓我們來拆開大將 看一看它的內在 是不是也是大將 拆開以後散熱器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使用了兩個動捏的銅管貫穿了整張顯卡 顯卡散熱的高度不是很高 也沒有什麼特別要說的 PCB這裡似乎又是從2060嚴格下來的 核心台灣產的20106-400-AE這個核心呢 就不再去區分OC還是不OC了 電感這裡是5個RRR電感 顯存顆粒 美光的GDDR6顆粒PWM控制器則是US5650P 供電還是萬年不變的單8Pin 既然現在我們已經拆開看過了 那麼接下來二斤就要拿 比它稍微便宜一些些的RX590 會比它稍微貴一些些的Vega56 來和它做一個對比 因為它們 對吧 鑑於它的一個區間 當然我沒有第三隻手 沒有把它拿上來 就這樣 嗯 測試平台這裡呢 我們今天用的是9900K 內存是影池名人堂的3600內存 有Nation Superposition這裡呢 DX的跑分Vega56要領先於GTX1660Ti RX590則是在墊底 而到了OpenGL這裡呢 1660Ti要優於Vega56 RX590依舊是墊底 3DMark 在DX12下GTX1660Ti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優勢領先的 但是到了DX11下呢 連RX590的跑分都可以超過GTX1660Ti 就更不用說Vega56了 現在要來進行的是遊戲測試 而且使用的是全高開狀態下跑分 首先是AMDES的孤島驚魂5 在1080P下可以看見GTX1660Ti的幀數 連RX590都跑不過 Vega56更是搖搖領先了不少 然後切換到2K的狀態下 GTX1660Ti的差距依舊沒有太大的縮小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這個遊戲的話 那麼二星覺得N卡就不太適合你 現在是絕地求生 這個遊戲呢恰恰的相反了 在1080P下GTX1660Ti要比A卡置銀的RX590和Vega64要強了不少 而到了2K分辨率下呢雖然幀數降低了 但是GTX1660Ti和Vega56RX590的差距一點也沒有變小 玩這個遊戲呢A卡似乎真的不太適合你 現在呢是當下最火的APXE英雄 1080P下Vega56要領先GTX1660Ti5幀左右 而GTX1660Ti的幀數又領先了RX59011幀左右 然後到了2K分辨率下GTX1660Ti的幀數 與Vega56的幀數基本上呢是一致的了 而RX590的幀數呢差距也稍微小了那麼一些 接下來DX12的遊戲 首先古墨雲這裡在1080P下 Vega56的幀數要領先GTX1660Ti13幀左右 而RX590呢基本上已經不能說是GTX1660Ti的對手了 這個卡的對手呢更可能是馬上要發布的1660 2K狀態下大顯存的Vega56繼續發揮了它的優勢 保持著領先 戰地5 這裡1080P啊Vega的表現呢是更為出色的 接下來表現更是好 所以如果你要是愛玩戰地的話 AMD就更加更加的YES了 最後是地鐵離去Vega56的大顯存 我們依舊讓它領先了不少 然後1660Ti和RX590差距呢並不是特別的大 所以經過這樣一次對比以後 我們發現不管是N卡還是A卡 大家都有自己在優化遊戲上非常明顯的優勢 基本上呢遊戲的排行我們可以理解為Vega56領先於1660Ti 而1660Ti呢又領先於RX590 但是細緻的去說的話大家又各有長處 現在又到了我們的慣例小總結時段 大家都已經看過我們這三張顯卡的對比了 就是總的來說吧 我覺得就是不能說誰更香一些 我覺得是各有千秋萬代千秋各有千秋各有不同吧 但是我二斤始終覺得這件事是一個陰謀 真相只有一個 就是它們之間的這個價格永遠都相差400元 590是1799 然後1660Ti是2199 然後我們最後呢是我們的Vega56 對吧 它們總是相差400元一個區間 這是不是大家說好密而不談 什麼不可言說的秘密 嗯哼不得而知啊 當然不得而知 但是二斤還是比較推薦買1660Ti 因為雖然它和Vega56這個不相上下就是各有千秋吧 但是由於Vega56的礦卡實在是太多了 就是我們保險起見 而且就是你有買Vega56的錢 我們為什麼不買2060呢 那麼今天我們的慣例小總結又結束了 然後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 感謝所有小夥伴的收看 大家不要忘記點贊 三連 按住大拇指自動完成三連 或者關注二斤的公眾號 關注二斤不定時給大家放鬆的一些福利 或者來二斤的QQ群和小夥伴們一起嗨嗨嗨 那我們本期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 感謝所有小夥伴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吧